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又可以一口接一口就属虾完了 所以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华诞虾球 所要用到的食材有虾 葱 姜 雪白菇 蛋 粉类的部分有玉米粉跟太白粉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 虾子剖壳藏泥取出来 虾壳不要丢掉喔 可以留着下次煮高汤 像黑黑的这一条 接着来清洁一下砧板 再来把虾肉切小块 然后用刀背把它剁到出筋 剁这个真是练手背的好方法 好了这样差不多了 怎么判别呢 就是 弄起来的时候整个层线很黏的状态 就是已经出筋了 现在拿一个容器 把虾泥放进去 虾泥大概有380克 加入一颗蛋清 5克的盐巴 为什么只加蛋白呢 因为蛋黄有蛋腥味 蛋白不会影响到虾仁的原味 而且可以让虾仁更润滑喔 加入适量的胡椒 玉米粉倒进来 这里有5克 搅拌均匀 顺时钟搅拌 搅拌到它有黏度 搅拌到这样成团 就可以拿保鲜膜盖起来 冰到冰箱30分钟 冰冰箱的用意 就是会让虾丸口感更Q弹 时间差不多了 烧一锅热水 准备一碗水 水中产生小泡泡的时候 就可以关小火 然后挖你要的大小 那我大概要做成乒乓球的大小 每挖一球记得要先沾一点水喔 虾球不是马上煮熟喔 它是慢慢泡熟的 先让它定型 我这边大概380克的虾泥 做了12克 好了现在盖上盖子 把火开大一点点 慢慢的虾丸就会变红色的 沸腾之后关小火煮3分钟 煮3分钟 身份钟到了 关火 下完捞出来 这个汤不要倒掉啊 等一下还要使用 先把它过滤出来 现在来打一颗蛋备用 再来泰白粉加水 等一下勾芡用 这边有15克的泰白粉 加上30克的水 加上30克的水 然后处理雪白菇 然后处理雪白菇 拿一个锅子 把雪白菇拨进来 开火 雪白菇稍微炒一下 不加油先炒的用意啊 就是先把菇的味道给释放出来 现在香气已经都串出来了 就可以把油加进来 把姜片加进来 把刚刚的高汤加进来 超级香的 让它微一下 火打开 刚刚调好的泰白粉水倒进来 现在把蛋液倒进来 用绕圈圈的方式喔 蛋液变成蛋花的时候再轻轻搅拌 现在可以关火了 接着来切葱花 葱花撒上来 最后 把羹汤倒进来 今天可以一口接一口的滑蛋虾球就完成了 今天可以一口接一口的滑蛋虾球就完成了 就有點會飯的概念了 我要幫你吃 我自己就好 好 謝謝 你們要放很醬耶 對啊 就今天義賣 我想趕快開學 為什麼才要放這樣 為什麼 最好每天都上學 上學很無聊 上學還沒放這樣 嗯 可以炒看看 哇 真脆 好Q喔 乾杯 超好吃的 好彈牙喔 而且 很鮮對不對 蝦子的鮮味 超棒的 這有點到脆丸的階段了 脆丸 脆丸 什麼蛇丸 超脆丸的階段 超脆丸又超彈的 剁完換手 手都覺得結實起來了 就是因為剁成這樣 才會有這種Q彈的效果 是 教授市場今天我搞得跟圓惠一樣 半賺了 大約一萬 是不是厲害 嗯 你家有人買去 可是那種很小的沙飾糖 要20塊 快 會不會太貴了 嗯 好甜喔 不要假裝在吃糖果的樣子 嗯 好甜 那我要吃飯 嗯 這個計劇的是什麼 你要寫兩張桿丸 哦 那你要加油 那麼簡單 兩張耶 一個二年級的框丸也要寫 嗯 一張也差不多一百個字而已 一張也差不多一百個字而已 哈 哈 我要糖泡上了 天啊 我要豆腐了 好 豆腐已經變黑了 對啊 因為是紅味噌的關係 對啊 謝謝 表面 造成 這是 大家 люди 不管